小徐同学 吃饭了吗 没有啊 我刚做好的卷饼 来尝尝吧 真香 怎么样啊这卷饼 这啥菜卷饼这么香 这个是和菜卷饼 这个饭菜都有 太适合我了 首先来把市场买的油豆边 给它切成条 韭菜切成段 热锅凉油 放入五花肉丝 再给它煸炒 这种铸铁锅炒这个肉 就是香 肉丝变色呢 放入葱姜 炒出香味 来放入豆边 绿豆芽 烹入料酒 放入生抽 同时呢 咱们把泡好的粉条 放入里面 开始调味 再少放点盐 鸡精 再少放点老抽 调调色 放入一把韭菜 出锅前呢 咱们用米醋 给它烹点锅边醋 这样呢 这个香味呢 就更加的浓郁 醋味挥发之后呢 这个醋香留在菜中 咱就可以关火出锅 核菜放上之后呢 咱们给它卷起来 这个饼呢 自己不愿意烙呢 这个桑超呢 就有卖的 咱们卷好之后呢 从中间给它切开 把它摆在盘中 盒菜卷饼是一道面菜 合一的小吃 盒菜呢 可以任意选择品种 但需要选择脆嫩的食材 可以多种多样 但是无论选择什么样的食材 选多少个品种 绿豆芽和韭菜是必备的 因为这两种食材呢 最能够体现炒和菜的鲜香脆 热饼卷热菜更能体现美味 要记住热饼和热菜 关注我们明天见 又到了香春丧尸的季节 有很多人呢 都喜欢吃香春 有人喜欢吃杂的 拌的 炒的 今儿呢 咱们做一个香春六吃 这六种吃法啊 总有一款适合您 一半的香春呢 咱先给它焯水 不用焯的时间过长 全都变散呢 就可以给它捞出来 放在冷水当中呢 给它过凉 把过凉的香春呢 给它攥干水分 然后给它切成末 先来做香春炒鸡蛋 放点盐 油烧热 下入香春和鸡蛋 炒熟出锅 香春拌豆腐 豆腐呢 切成丁 切好的豆腐呢 给它焯一下水 焯透之后呢 捞出给它过凉 沥干水分呢 放入一把香春 放入盐 味精 香油 给它拌匀 拌匀之后呢 装盘 虾皮凉拌香春 香春呢 给它掰一下 根去掉 放入盐水当中呢 给它浸泡五分钟 捞出来呢 给它沥干水分 大葱 斜刀呢 给它切成丝 放入一把虾皮 生抽 两勺 白糖 少许的盐 放点香醋 香油 拌匀之后 装盘 葱香春 香春呢 给它切成末 绿美人椒 小米辣蒜 给它剁碎 放入盐 白糖 两勺香抽 浇入热油 给它拌匀 拌饭抹馒头都非常好 小黄花鱼 放入葱姜花椒粒 料酒 给它拌匀 给它腌制十分钟 油温七成热 下入黄花鱼 给它轻杂 现在呢 调一个香春黄花鱼的碗汁 半勺白糖 一勺生抽 一勺米醋 一勺蚝油 半勺香油 再搅拌均匀 黄花鱼呢 炸至硬创的 它捞起来之后呢 沥干油分 黄花鱼呢 去头去骨 去肉 放入香春末 红椒末和蒜末 倒入调好的汁 拌匀 装盘即可 炸香春鱼 挂上薄薄一层糊 放入锅中 把它炸至酥脆 捞出绿油 关注我们明天见